2016港姐決賽 當時擔任評判的展鵬 早已看中候選佳麗 是問由Phoebe 我本來想選10號 現在呢? 現在選4號 選4號 這些就是緣分早注定 鬥鬥轉轉 展鵬始終都是選了Phoebe 當她的最佳女主角 昨天下週,展鵬突然宣布結婚 今天兩個更加在社交網站 高調放閃 展鵬說,是她了,也是唯一的 Phoebe說 謝謝你讓我成為生命中的女主角 真是甜蜜 一群圈中好友知道消息 都表示很驚喜 挺驚喜的 不過也不驚喜的 為甚麼? 因為她們都很配合 展鵬也不小 Phoebe又跟我說她去歐洲旅行 但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她 我上去太激動了 之前陳海林結婚 現在是陳展鵬結婚 我又要見 其實我早就猜到 因為男人要娶女人要嫁 只是想不到時間 替她們開心 展鵬和… 工作你們呢 白頭到腦 而最開心的 就是莫過於曾經在同盟飾演過 展鵬媽媽的爆姐 不知為何我對她有一種很不捨得的心情 我對展鵬 我覺得她真的好像是兒子那樣 還有我覺得現在這個女生很好 我覺得她會很疼愛展鵬 那些人很奇怪 那些人問我 你為甚麼你不是說要展鵬愛她 為甚麼你要她疼愛展鵬 我說可能 我們始終好像做媽媽那樣的心情 希望她們永遠幸福快樂 永結同心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 都應該要… 展鵬也不是太小了 是吧 都應該可以快快快快快 有回小朋友了 我們昨天也第一時間恭喜準陳太 Hello 恭喜你,Baby 多謝… 是的,我們準備結婚了 Felizu tassou baby 多謝… 大家有甚麼祝福 我希望你們會永久,永久都會開心 多謝 Felicitassion que la mordure toujours 對… 法國浪漫 過了電視界過來 霸年可合, 永結同心 一對新人下個月就會在香港擺酒 至於婚禮細節, Phoebe就說 全都教給老公 其實很多事情她是很有計劃的人 她是一個很傳統的人 原來我去求婚的時候才知道 她擺在心裡很久 但因為她覺得要承諾和責任 所以一直都沒有說 而且她覺得她求婚一定會成功